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新疆的言论 称中国政府至少将 一百多万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 拘禁在所谓的再教育营 长期破坏当地穆斯林民众的信教自由 并试图消灭维吾尔族文化和伊斯兰信仰 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表示 蓬佩奥的言论属于不实之词 新疆各族人民依法享受 充分的宗教信仰和自由 新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再教育营 新疆依法开办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目的是帮助少数受恐怖主义 和极端主义侵蚀的人重回正轨 帮助他们掌握自食其力的技能 并最终重新融入社会 建立教育中心以来 新疆已经近三年未发生过暴力恐怖事件 安全形势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耿爽表示 新疆各族人民依法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维吾尔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发扬 蓬佩奥散播这些不实之词 证明他的中国新疆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发言人强调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 都有一句话 眼见为实 任何打着人权宗教的幌子 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中文科入 。 谢谢观看